歡迎收看尼亞斯的...呃...不是...實況頻道,我是尼亞斯 今天我們要來拍很久沒有...很久一段時間沒有拍的開箱影片 然後今天的東西是...呃...等一下喔 這個 然後我袋子先挪開 這個東西大家稍微看一下 呃...這個是電動刮鬍刀 我家人幫我網購的 等一下喔,螢幕有點髒 呃...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它的... 叫做生保口袋型充電式刮鬍刀 會定這個刮鬍刀的原因是因為... 之前我有用手動刮鬍啦 不過...我不太熟悉它那個刮的角度跟刮的方式 對...然後...我之前有買過同一個品牌 然後...那個品牌就很好刮 可是...自從找不到那個品牌 換新的品牌來刮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不小心把我的...嘴的那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嘴唇有點刮破皮了 所以我就覺得...來...試試看刮鬍...電動刮鬍刀好了 對啊...然後...看一下...這個是...超迷你 嗯...價錢的話...我有點忘記了 我就好像是299...299啦 稍微看一下...176G耶 旅行套...還送清理毛刷 這好像是可以清理鬍子吧 對啊...因為我都已經...都已經...21歲了 當然是需要這種...男人...都應該有的東西啊對不對 都已經是男人了 好...呃...這裡面有一個...黃色的說明書 我們先攤開來看 由於我是一隻手拿著手機 一隻手...開這東西所以會比較麻煩 我們先來看一下基本構造 嗯...好...那就長這樣... 我有私底下稍微看過啦 我是覺得蠻像麥克風的 來看一下字 好...我覺得沒有必要看了 有一些觀眾可能會覺得不耐煩 然後...我再看一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產品保證書喔 那這個...這個...不重要啦 我們直接來拿這個東西吧 這中間就是所謂的那個刮鬍刀了 大家稍微仔細看一下有沒有很像...打火機 我看到的時候我也覺得它到底是打火機還是刮鬍刀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上面拔掉 打開...它是一個蓋子 蓋子喔...讓大家看一下蓋子 OK...然後呢...它這邊有一個開關 我覺得開了應該它就會開始震動了 好大聲喔...對...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清潔的刷子 不過...實際照一下...我覺得有點鋒利阿...有沒有看到...這個清潔的刷子有點鋒利...我...把這個拉下來它就會縮進去了...嗯...然後...這邊還有附贈...那個...多餘的...刷子... 跟...上面這個套...這個...這個金色的東西阿...就是可以換啦...如果你刮鬍...刮完了就可以換這樣...然後這邊有一些詳細介紹...這個剛剛...殼...就已經寫過了...然後這個...這個就是插座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去插插座充電...所以等於是...它不是用電池...它是直接...你用完啦...你就可以隨機找...插座充了...是很方便的...而且...大小...大概就這樣耶...我們來比一下...我先把它蓋子蓋上啦... 避免我等一下按到它開關...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刮到我的手...它的大小大概就是...我的手掌量喔...我的手機...我的手機大概...比我的手...再長一點...那它的...長度大概就是...我手機的三分之二吧...三分之二...就是一般的那種...我的手機是Sansung啦...Sansung...我記得是什麼...S5...還是S4...我忘記了...Sansung S5 S4的...那種長度... 的三分之二...然後...再短一點點啦...嗯...嗯...我覺得它...大小其實...我想一下有什麼東西...大小是跟這個差不多的...嗯...焦水嗎...其實...比焦水更...更矮一點耶...三秒焦嗎...也沒有那麼...那麼矮啊...反正就是...大概就是...這個長...長度啦...它沒有很長...也沒有很短...然後...欸... 會拍這部影片...純粹就是...新買了一個東西...想說來拍一拍...分享一下喜悅...因為我覺得這個...看起來蠻方便的...以後...隨時想刮就刮...雖然我的鬍子長得很慢...呵呵...我大概一個月才刮一次啦...不過...這個應該蠻方便的... 比如說...好像你...整個...這個東西...貼在你的鬍子上面...貼在你的嘴唇...的那個上面鬍子...長鬍子的那個地方的話...應該也不會刮到肉我覺得... 所以有了這個蠻方便的...這個什麼...什麼廠牌...我都沒仔細看耶...這什麼廠牌...Sample...Sample是什麼...什麼廠牌啊...我剛剛都...啊...這裡應該有寫啦...對焦一下...Sample...申寶...啊...申寶股份有限公司...然後...它...製造年份是...2016...欸...今年耶...今年耶...我拍這部影片就是2016耶...欸...這麼...這麼剛好啊...今年... 今年...那個...製造...然後今年就買了...欸...好讚啊...對啊...然後它好像...就是...兩個功能啦...就是...刮鬍子嘛...跟...梳鬍子...這個...這邊...這邊...這邊還有這個東西嘛...然後...充電啦...這樣應該算三個功能吧...還蠻簡單...輕便...好用的...拿出來...人家以為是打火機...欸...嘿嘿...欸...真的...我覺得它外型真的很像打火機...好啦...那... 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因為就是一個...刮鬍刀的...電動刮鬍刀的那個...開箱影片啦...就覺得...蠻酷的...長相蠻酷的...而且...很輕便這樣...所以就想來拍一下...呵呵...再加上最近其實也沒買什麼東西啊...就是...也沒什麼在拍...開箱影片了...就想說跟觀眾分享一下嘛...因為一直...都是玩遊戲...玩遊戲...玩遊戲...有時候也是要...做點別的嘛...呵呵...一直玩遊戲...玩遊戲的...我也會膩啊...對啊... 然後...因為現在我已經要睡...睡前的時間了...就想說...花點時間來拍這個...那...你們看到影片的時間...我今天是...我看一下我是什麼時候錄的...我是...呃...3月18號晚上9點左右錄的...對...那你們可能會到3月19號凌晨...或是3月18號晚一點就會看到了這樣...對...嗯...不過這部影片我會在...我...準備要睡的時候我直接按上傳...然後...它就自己上傳... 然後我就在睡覺了這樣...呵呵...對吧...好啦...那我們這一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歡迎個喜歡式訂閱...那...如果有興趣有沒有...歡迎到之前巨蛋的粉絲像這樣...或是看一下其他的有趣實況哦...那如果你對於...我的遊戲...實況影片...很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再去看一下其他遊戲哦...最近...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歡玩的遊戲叫做...全軍封鎖...對...最近在趕的...新系列...我覺得這個遊戲真的蠻不錯玩的... 大家有興趣...一定要去看一下哦...全軍封鎖...欸...很好玩的...今年巨作的樣子...好啦...那我們別的遊戲實況影片再見囉...大家...掰掰...